2284天年假,花冬地区将涌入大批的返乡以及旅游车潮 公路总局市区工程处预估,梳花路廊的双向交通量将超过10万辆次 年假首日的清晨就会涌现大批南下车潮,单日恐达到1万7千辆次 而年下第三天开始则以北返的车潮为主 预估最后一天将出现北上车流高峰 北上全日的交通量约1万5千多辆次 鼓励民众提早规划出游行程以分散廉价旅游的交通需求 那沿着上还是这个礼拜六的早上 那一直到这个中午过后 那这一段是一个南下往花莲的尖峰时段 那我们预估大概早上可能5点 那车流就会起来 那可能7点到10点这段是会是高峰时段 那可能就是说在进出发改的这个路段 可能速度会比较慢 甚至会有一些回堵涌塞的这个可能性 那就是第一天的状况 那第二天第三天应该原则上会比较好一点 第二天还是南下的车流比较多 那第三天下午可能就是北上的车流就开始会有 那第四天 我们认为北上的车流会比较大 那比较大的话可能就会造成重德地区 甚至重德以南花莲过来的这个车流会速度会减软会比较慢 因为变成重德那边会稍微会回堵 那造成花莲过来的车流比较慢 公路总局市区工程出来为了增加苏花路廊大众运输服务的竞争力 也规划在苏澳地区以及重德地区的尖峰时段 设置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 同时在苏澳到东澳 南澳到和平 和中到和人路段 实施时段性 开放一般游览车以及客运行驶苏花路间 预期尖峰拥舍时段 可较自行开车节省约40到60分钟 那我们评估车力量比较高的这个时段 我们原则上都进行大货车 大货车进行大货车 那同时大货车都会有它的优先的这一个 优先道让它优先来做行驶 另外公路总局市区工程处 也将借由时段性进行21吨以上的大货车车总管制 以疏解尖峰时段的车流 也提醒用路人留意资讯可变标志的显示内容 并且在隧道内收听警广 也可多利用幸福公路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 接受最新省道的即时路况以及语音播报 宜蘭新闻记者时事明采访报导